真的太迪了,医生真的太迪了 这是不是人一个,我不想再写这一场 2007年11月21日下午 22岁的孕妇李丽云在丈夫肖志军的陪同下 来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去看病 她的情况很糟糕,呼吸急促,嘴唇发紫,小腿肿得厉害 痰里有粉红色,医生诊断为重症肺炎,新功能不全 李丽云迅速被转到了妇产科 病情危急之下,医生建议进行剖公产手术 但丈夫肖志军拒绝签字,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院长亲自到场,医生反复劝说 有人甚至承诺只要签字就给他一万块钱 但肖志军就是不同意 最后肖志军签字书面拒绝 说不同意剖妇产生孩子,后果自负 当晚七点多,李丽云去世,一尸两命肖志军事件 李丽云是湖南人,他爸是民办教师,他妈卖服装,他还有俩弟弟和一个妹妹 2002年,喜欢唱歌跳舞的李丽云考上了长沙电影学院 一心想当明星,但读了一年就退学了 因为有人告诉他要真正进入影视圈,得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起步就要花十几万 很显然他家拿不出那么多钱 后来他爸又借了两万块钱,把他送进了武当山陈奎影视武术学校 但学到年底,李丽云又退学了 他当时说,我还是成不了财 他又进了湖南衡阳市模具学校 但又不想读了,他爸骂他让他回歉 他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从此三年没有消息 在离家出走后不久,他就遇到了肖志军 按照肖志军的说法,他俩的相遇很有点传奇色彩 2004年秋,肖志军去撑州办事 碰到李丽云正要跳桥自杀就拉住了他 还给了他几百块钱,劝他不要死 肖志军转身要走,发现李丽云一直跟着他 李丽云就跟他说,几百块钱花完了也会死 从此李丽云就一直跟着比他大12岁的肖志军 一直到死 如果用比较文雅的话来说 肖志军在当地就属于二溜子 他是湖南衡阳人 初中没练完就顶替父亲在称州的一家爆花板厂上班 他志向远大,喜欢研究世界地理和历史 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得上个教授 因为整天沉迷于做梦 他进了厂第二年就不正经干活了 每个月就领120块钱的生活费 在他遇到李丽云的2004年厂子改制 肖志军拿了一万多补偿款就走了 从此就没有啥正经工作了 带着李丽云四处流浪 虽然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但肖志军总觉得自己能当大官 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信他的鬼话 只有李丽云认真的相信 肖志军说他们经常讨论家国天下 谈到激动处,有时候就暴头痛哭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 肖志军还猎过他喜欢李丽云的原因 年轻,讲究三从四德 而且不和其他男人接触 从2004年到2006年 他们流浪于郑州,邵阳,长沙,柳州,武汉 这期间肖志军做搬运工挣点钱 工资一天一节,一天二三十块钱 虽然还有点不偿款 但日子越过越苦 他们睡过平房,公棚 还在长沙的马路边睡过 2006年秋天他们到了北京 李丽云想来看看天安门 他觉得北京好找工作 肖志军觉得北京能实现他当大官的梦想 但现实是非常残酷的 肖志军缺乏这个城市需要的技能 他只能干点体力活 在北京这一年 他干过搬运工,鞋店,搬货员和保安 最后在一家饭店里洗碗 2007年5月3日 李丽云通过试纸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生活的轻苦,没有丝毫的改变 他们当时连饭都保障不了 基本天天挨饿 他们租住在北京的衙门口村 邻居经常见到他俩买馒头当晚饭 没有菜,一人一个馒头啃 有时候实在没钱 他们就饿三四天在喝顿粥 从秋天到入冬 李丽云身上只有一件毛衣和一件薄外套 衣服都起球了 肖志军后来说 俩人吃的最多的是大米稀饭和咸菜 但他们是幸福的 他说自己给了李丽云精神上的快乐 李丽云说过 饿死了都愿意跟着他 肖志军说自己很疼老婆 三年没让他做过一分钱的事 这得到了邻居的证实 邻居说李丽云基本不干活 整天就是躺在屋里看书 有啥看啥 小人书课本都看 在出事的半个月前 肖志军在一家饭店找到了洗碗的工作 老板看着李丽云像怀了孕 本来不答应 但又觉得俩人很可怜 肖志军坚持说 他俩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还写了字句 说工作期间出了事自己负责 李丽云曾经打电话向家里要钱 他妈也给寄了一些 但每次都不多 他问女儿要地址 但李丽云不肯说 后来接到肖志军打来电话 叫他丈母娘 还说女儿死了 他妈还以为是骗子 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肖志军这个人 在出事的前几天 李丽云一直咳嗽 咳出的痰一天比一天浓 肖志军去买了一块钱的感冒药 但吃了也没啥效果 12月21日下午 他们终于走进了一家小诊所看病 医生看李丽云嘴唇发紫 看上去严重缺氧 判断是肺炎 他对肖志军说 得马上去大医院 但肖志军说没钱 李丽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 诊所也顾不得肖志军有钱没钱了 开车拉着他们就送到了朝阳医院 呼吸内科的医生检查发现 李丽云病情危重 得马上住院 李丽云还说了一句 我们没有钱 能不能吃药 医院妇产科 ICU麻醉科联合对他进行救治 为了挽救母子生命 决定进行破公产手术 但肖志军说 他们不是来生孩子的 是来看感冒的 他搞不明白为啥要去妇产科 医生让他签字 他坚决不签 医院院长 医生甚至医院的病人和家属都跑过来 十几个人围着他一直劝 他就是不从 正以往的记者 李卫红正好在医院安胎 急得拿着他的手摁了手印 但医生说这样无效 怕他因为没钱治病 不敢签字 李卫红和几个病人承诺 给他捐一万块钱 只要签了字就给钱 他也不吭声 他后来就说 他们跟我无牵无挂 怎么会给我一万块钱呢 我以为他们是开玩笑的 是骗我的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 医疗机构实行手术 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必须征得患者同意 并应当取得其家属 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无法取得患者意见 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 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 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 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 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在无法取得萧志军同意的情况下 医院将情况上报给了卫生系统 得到的指示是 如果家属不签字 不得进行手术 医院早就准备好了手术室 但萧志军就是不签字 医院把精神科主任喊过来给他检查 发现他精神也没问题 后来又报了警 希望警方能做到他的工作 但也失败了 根据记录 从下午4点40分到下午6点 萧志军五次拒绝签字 就这样 医生们眼睁睁地看着李奕云去世 一尸两命 医院副院长赵立强说 我从事医疗工作已经20多年了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这件事很快就被吕卫红报道了出去 萧志军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为啥不签字 萧志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经常变换说法 他一会说后悔不签字 一会又说签字李立云也会死 再后来就说医生要害死李立云 他说当时医生脱了他的衣服 给按肚子 是要活活冻死他 但实际上那是医生在做心肺复苏 他坚持认为医院是在谋杀 他们要他签字 就是出了事可以找他 他还说自己当时不签字 医院也可以先抢救 再后来他跟记者说了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是曾经有个和尚告诉他 到北京会有人害死他老婆 第二个是剖妇产会影响第二次生育 后来他还说自己很后悔 认为这样还不如签了字 这样责任就可以推给医院了 对于萧志军的所有说法 李立云的父母就回了俩字 放屁 到现在也没有人能确认 萧志军不签字的真正原因 采访过他的记者都有差不多的感受 就是这人说的话不知道哪句是真的 萧志军还曾虚构过自己的简历 说他考上了复旦大学 但是因为继父不给钱只好放弃 后来又当了兵 还当上了尖刀班的班长 退伍后还当了村委会主任 后来因为超生两个孩子被撤了职 他甚至还说自己曾担任过副乡长和代理乡长 被人发现了 他又说这是为了找工作拿来骗人的 这个事出来之后 在舆论场上形成了很大的争议 虽然大多数网友都认为 萧志军应该对这起悲剧负责 但很多媒体把矛头指向了医院 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在人命关天的时候 救人要紧 不能刻板的遵守规定 还有律师上书国务院 建议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说个前提 就是北京市方面 后来组织了专家 对李立云的病情进行了调查 专家们形成的一致结论是 孕妇的死亡不可避免 一位专家后来接受媒体采访说 李立云死于重症肺炎 急性左心衰竭 肺水肿 呼吸功能衰竭 由于他就诊时 病情已经非常危重 心肺功能极差 救活的几率非常小 进行抛宫禅手术 有可能会挽救胎儿的生命 后来法院找的司法鉴定机构 也确认李立云的死亡 与医院无因果关系 在治疗期间 医院临床决策 不存在违反医疗原则的情况 当时南方周末发表了大幅报道 质疑医院处置不当 导致了患者死亡 但我更倾向于认为 专业人士的调查和司法鉴定 有更高的可信度 那个管理规定我前边说了 就是医院手术 必须征得病人和家属的同意 而且是书面签字 当时丈夫肖志军是拒绝的 而且是书面签字拒绝 有人说肖志军和李立云 虽然有了孩子 但没有登记 不是合法夫妻 肖志军根本就没有签字的权利 其实这有点强人所难了 当时谁都不知道 他俩没有登记 而且肖志军是孩子的父亲 从法律上讲 也属于特定关系人 他既然在场 必然需要他的签字 还有人说这个规定 还说了紧急情况下 医疗机构负责人 是可以批准实施的 当时还不够紧急吗 这话说的没毛病 对于紧急情况的界定 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医院其实可以援引 这一条强行手术 而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还规定了 在紧急情况下 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 采取紧急医学措施 是造成不良后果的 不属于医疗事故 但为什么医院 不敢强行手术呢 仅仅是因为 医生没有良心 没有担当吗 当时法学家苏丽 推演过这件事 我结合他的说法 和我的从业经验 试着推演一下 医院强行手术 最好的结果 就是母子平安 那医院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好人有没有好报 不好说 如果这个时候 肖志军或者李立云的家属 起诉医院 医院大概率是要败诉的 因为医院违反了规定 你可以说医院 为了救人 是紧急情况 但我前面说了 紧急情况在法律上 没有明确规定 是哪些情况 肖志军大可以说 其实不手术也能救人 医院违反规定 强行手术 给病人造成了 极大的风险 这个时候 如果媒体报道 会怎么说呢 一方是贫穷的病人 另一方是违反规定 强行手术的医院 这些年 医院过度医疗的例子 还少吗 即使法院站在医院这一边 也不敢公然判决 医院一点责任都不承担 况且人家对方有实锤 人家是书面拒绝 但你医院依然强行手术 如果没法断定 这一定是紧急情况 这就是违规的 这种情况下 赔偿还是轻的 医生很有可能会被处分 甚至吊销行李资格 也就是说 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呢 但问题是 医生是知道 治好这个病人的几率 是微乎其微的 大概率病人是会死的 最好的结果 可能就是把孩子救活 以肖志军滚到肉般的无赖样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他不让做手术 你医院强行手术 最后人死了 如果你是记者 肖志军打着横幅 在医院门口维权的时候 你会怎么报道 你会相信医院吗 但人毕竟死了呀 法律还有明文的规定 因医疗行为 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 就医疗行为 与损害结果之间 不存在因果关系 即不存在医疗过错 承担举证责任 医院怎么能证明 不存在因果关系呢 医院违反了规定 强行手术是事实呀 最后的结果 还是医院赔钱 医生的职业生涯终结 世间的事 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世间的人 也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美好 这件事 虽然司法鉴定 医院都没有责任 但死者的父母 还是起诉了医院 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求 但医院还是给了 家属十万块钱的经济补偿 这件事过去了十年之后 陕西渝林又发生了 一起产妇跳楼事件 当时是产妇疼得受不了 要求破公产 被家属拒绝了 后来产妇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跳楼自杀了 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这个事我以后再说 在萧志军事件中 舆论场是相向而行的 知识分子和媒体 把主要矛头 对准了医院的见死不救 对准了签字手术的制度 而普通人更多的是 指责萧志军的冷邪和愚蠢 孰是孰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想说说我的感慨 做调查记者那些年 整个媒体圈弥漫的主流价值是 遇到一件事 你要深度报道 不能浮于表面 什么是深度报道呢 就是要找到这件事的制度性原因 推动这个制度的改变 每一个记者都希望 自己报道的事件 成为孙志冈式的事件 能改变一项制度 在萧志军事件中 媒体这样的倾向也无可厚非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对时间的事好像越来越宽容 我慢慢觉得 可能不是所有坏事 都一定是制度的原因 有些事可能就是偶发的意外事件 就像交通事故 我们的法律再阑珊 我们的红绿灯 摄像头再多 依然无法杜绝 你最后就得把这个事故的发生 归结于个人 它可能就是个意外事故 你不能不允许 这个世界上有意外存在 有些最大恶劫的杀人犯 你不能把他杀人的原因 很轻易地就归结为贫穷 归结为教育 甚至归结为整个社会 有可能他杀人 就是因为内心的忧暗 我们要就事论事 不能总是抛开事实谈观点 抛开事实谈情绪 回到这件事 萧志军或许并不是制度的受害者 也不像某些媒体说的那样 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明白人 他或许只是一个不负责任 没有担当的丈夫和父亲 我最后还想多说一句话 很有可能政治不正确 有句话说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其实新闻也是 在这个极度碎片化 快餐化的互联网时代 根本就没有真相 只有你认为的真相 或者说你相信的真相 我上面说的那些事实 虽然都有来源 但也未必是真相 或者说未必是全部的真相 感谢观看